2021年1月2日 1月2日,聖巴西略与聖雅我略纪念,尼撒读经 读经一,聖若望一书,帝兄们,谁是杀方的呢? 诶不是那否认耶稣为墨西亚的吗?那否认父和子的者人便是假基督?凡否认子的也否认父,那明认子的也有父 至于你们,应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 如果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你们必存留在子和父内 这就是他给我们所预许的因为,即永远的生命 这些就是我关于迷惑你们的人,给你们所写的 至于你们,你们由他所领受的富有,常存在你们内 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而是由他的富有教训你们一切 这富有是真实的,决不虚假,所以这富有怎样教训你们,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 现在,孩子们,你们常存在他内罢 为的是当他显现时,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在他来临时,不至于在他面前蒙羞 答唱荣,请仲向上主歌唱新歌,因为他行了其事 他的右手和他的圣秘,为他获得了胜利 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将自己的正义以启示给万民 他寄起了自己的良善和忠诚,即向以色列家族广施的欢仁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因此,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歌舞,请踊跃,请欢乐,弹琴演奏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福音 圣约望福音,这是约翰所作的见证 当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纳美人,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谁他明明承认,并没有否认,他明认说 我不是墨西亚,他们问他说 那么你是谁,你是厄里亚吗?他说 我不是,你是哪位先知吗?他回答说 不是,于是他们问他说 你究竟是谁,好叫我们给哪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 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 我是在旷野女呼喊者的声音 收直上主的道路 正如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 被派遣来的有些事法利赛人 他们又问他说 你既不是墨西亚,又不是厄里亚,又不是哪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答复他们说 我以谁施洗 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不认识的 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 这些事发生于约翰河对岸的白达尼,约翰施洗的地方 尼撒读经分享 使者若看书,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耶稣是墨西亚,若望在他第一封书信中提醒信友要坚信耶稣是墨西亚,在我们当中的基督 一如洗者若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基督,不是救世者,纵然主耶稣是在我们当中 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声音,最重要的是我们该以一种按天主的话去生活的行动来证实他是救主 我们的生命是指向着基督 在现今复杂的世界中,我们也不容易去认识自己,甚至会被误导而弄不清自己的身份 更何况是去认出耶稣的身份,他是谁? 与我何干?其实我们和若汉一样,没有资格去替耶稣解鞋带 原来在犹太法律中,解去另一男子的鞋带,表示要去取代这男子取某女子为妻的权利 若汉是申明他没有权去窃取基督的新娘,意思是告诉人,不要误认他就是众人期待的那位墨西亚或先知 我们该当高兴去做他的先锋,介绍众人认识他,接纳他为救主 我们该分担使者若汉的使命,效发他的生活态度,做基督在世的声音,传讲真理,推展和平,实践人爱 天父,你曾借姓巴西略及姓额我略的家然意行,光照了你的教会 我们肯设求你,使我们能谦虚地学习你的真理,并在爱德工作上忠诚地付诸实行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满,罗伯神 阿满,罗伯神 阿满,罗伯神